世界上第二高有85万吨重的上海塔 是如何建造在柔软的沙年土上 并大而不倒的 欢迎来到史上最惊天的建筑节目 不可能的工程第一季第三集 大家好,我是安哥 上海拥有2400万居民 是世界上人口最稠密的城市之一 唯一可以建造的地方就是向上 1990年代中期 开发到河东岸的一块农田 被称为浦东 在2008年开始建造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 上海塔632米高 世界上第二高的建筑 并且在地震带中有史以来最高的 拥有128层和9个室内花园 16000人在这里工作 睡觉和玩耍 是真正意上的天空之城 为什么说这座城市只能向上发展呢 因为它正在下沉 这座大都市下的土地正在萎缩 它的潜水位在现代建筑的重压下倒塌 那么上海塔最大的挑战 就是支撑这座超高层建筑的地基 向下200米才是坚固的基岩 基岩上是一层柔软的杀年土和土壤 如果没有解决方案 85万吨的上海塔必将沉没 工程师甚至连犯错的机会都没有 一个充满摩天大楼的现代世界 在曾经不可想象的 早期人类受到大自然提供的限制 在建造塔楼时 下面的地面经常在施工中发挥作用 比如比萨斜塔的形成 而比斜塔高11倍的上海塔设计师 需要从一个工程先驱中汲取灵感 19世纪 随着芝加哥开始繁荣 市中心的房产变得更有价值 增长的需求更高 和最大化的空间 给城市规划者带来了问题 高的建筑意味着重 而土壤可承受的重量是有限度的 罗斯福大学礼堂大楼高72米 1889年竣工时 这座城市最高的建筑 使这座建筑成为可能的激进想法 来自工程师阿德勒 以前建筑物的重量会压在墙壁上 导致他们会像切饼干一样沉入粘土 阿德勒的想法是在筑建中 使用木头和钢制横梁 在混凝土中创建钢筋混凝木筏 让11万吨的建筑可以坐在上面 芝加哥地面粘土非常深 地表以下30米才是基岩 这个革命性的工程解决方案 证明在不合标准的土壤上进行建造是可能的 但阿德勒的设计并不完美 礼堂底部的地面如今已经倾斜 在72米的建筑上问题不大 可要是放到上海塔那就是灾难了 工程师团队必须加以改造和扩大钢筋混凝土木筏 2008年为期两年的上海塔地基工程开始运行 他们首先将数百个支撑桩沉入土壤 然后需要连续60个小时交住混凝土木筏 2000名工人加上450辆混凝土卡车 才完成这一任务 电子吸收了超过61000平方米的混凝土 打破世界纪录 但上海塔的电机只是一个开始 它的结构也必须足够坚固 以支撑182层楼 共85万吨的重量 工程师团队翻阅过去工程解决方案 来寻找答案 建筑的层高是由墙壁的厚度决定的 因为每层的重量必须由下面的楼层支撑 中世纪的宗教建筑师想出了一种解决方案 让带有大型色彩玻璃的薄墙 也能支撑住整栋建筑的重量 需要的是成为非伏壁的外部支撑 这些东西是建筑横向生长 是富有教会独有的产物 但一场革命即将来临 施罗普郡是英国工业革命的核心 是18世纪和19世纪的硅谷 它的工程师处于技术的最前沿 因为他们掌握了铁的生产 这个摇摇欲坠的墨坊 是建筑史上最重要的建筑 可以说是世界上第一座摩天大楼 建于1769年的迪瑟灵顿亚马厂 工程师是米格 他利用了该地区的开创性 建造了地球上第一个金属框架建筑 在米格的设计中 建筑物的高度在于它的铁框架 而不是墙壁 今天的工程师使用的相同原理 用钢架代替铁架 来支撑上海塔128层重量 钢架承受了结构的重量 外墙不需要承重 它们甚至不需要平坦或比值 可以由各种轻质材料制成 包括玻璃 工程师可以将外墙塑造成 任何它们想要的形状 整个建筑都被玻璃覆盖 玻璃像巨大的窗帘一样 悬挂在许多楼层之上 下一个问题 这栋建筑需要容纳16000人 内部设施包括商店 酒店 办公室 音乐厅 会议室等等 如何完美地规划这些区域 让大厅中不会急慢人呢 放到以往 这就是不可能完成的工程撞举 19世纪中叶 世界天际线仍然没有与之相对的摩天大楼 出于一个原因 没有人想走楼梯 坐得越高意味着越穷 依靠蒸汽动力和液压运行的电梯 在工程中被免费使用 对于普通民众来说太危险 但是城市的天际线即将改变 因为在1852年 一个叫奥迪斯的人 开创了一个改变电梯的简单机制 世界不滥会上 他在现场的观众面前走上电梯 并发出信号让助手砍断绳索 奥迪斯的系统具有旅行车弹簧 被一根绳子吊着 保持弹簧处于恒定张力状态 当绳子被切断时 弹簧中的张力释放 导致固定在弹簧侧面的梢锁定 使电梯完全停止 防止掉落并伤害任何乘客 这一发明改变了世界的天际线 像纽约这样无法横向扩展的城市 现在可以达到天空了 1913年 纽约最具标志性的摩天大楼之一 沃尔沃斯大楼 委托奥地斯公司提供电梯 上层从代表贫穷变为了财富的象征 那么电梯也成为摩天大楼不可或缺的设施 上海塔有106部电梯 包括一部580米高 打破了世界纪录 购物者 上班族 居民 电梯能运送每一个人到任何一层 从一层到128层 仅需35秒 一个巨大的障碍 环境 上海处于台风区 从穿过城市的强风中保卫世界第二高大楼 是工程师团队的下一个重要挑战 上海塔在风洞中的设计是不可思议的 第一个风洞建于1871年 是在考虑飞机测试的情况下建造的 直到工程师苏马克设计了第一个用于建造物的风洞 比传统隧道大得多 并使用不规则形状模仿风不可预测的性质 纽约的世界贸易中心 是首批在苏马克风洞中测试的摩天大楼之一 测试双子塔时发现 影响随后每座摩天大楼的设计 包括上海塔 来看这个测试 当风冲过结构时 它的两侧形成低压窝流 导致建筑模型大幅度摇摆 换成像细长金字塔一样逐渐变细的模型 只会发生非常小的运动 因为建筑物的锥形 风会在不同高度产生不同大小的漩涡 不同的部分以不同的速度摇晃相互抵消 苏马克风洞允许城市天际线 在世界各地安全的涨高 上海塔就是锥形的 但它有一个独特的转折 这是一个将建筑物的负荷减少24%的设计 建筑师设计了一个 贯穿整个建筑长度的V型凹口 在一开始只是一种审美接触 但是当工程师在风洞中对其进行测试时 他们有了惊人的发现 V型凹口空气动力学性能极强 让上海塔成为地球上最抗风的摩天大楼之一 最后还有一种比风更具危险的自然灾害 地震 上海为三级地震带 让上海塔从地震中存活下来 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回观建筑史 日本是地球上地震最活跃的国家 多年来无数现代建筑在地震中倒塌 而传统的宝塔依然屹立不到 宝塔生存的秘密隐藏在里面 典型的宝塔共有五层 它的楼层能够相互独立移动 当地震发生时 蛇形姿态保持重心比钢铁更直立 每个楼层都有几个独立的组件组成 所以每个组件都可以滑动和移动 零件摩擦产生的作用 就像一块阻尼器来软化任何运动 上海塔的工程师将这一设计应用于128层的建筑中 它的结构分为9个垂直区域 围绕一个中央复合缸和混凝土核心 柱子和只腿连接到中央核心 进一步加强巨大的舟界 防震措施从塔的底部延伸到顶端 保证了这个旁人大物屹立不倒 规划了15年 设计和测试7年的建筑 通过借鉴过去的创新 并做出自己的突破性发现 上海的工程师和工人 克服了不稳定的土壤 大风和地震的风险 让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本期不可能的工程到这里就结束了 小伙伴们如果对这方面的内容感兴趣 欢迎观众哥 我们下期再见